在河北省仁秋市初岸镇有一座古砖窑 38年前,王丽山用这座古砖窑生产的一块青砖 敲开了故宫的大门 至今,他已陆续为故宫修缮供砖近百万块 日前,记者在古砖窑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王丽山 据王丽山介绍,这座古砖窑有着近200年的历史 他的祖上曾经在这里烧制建造民宅用的青砖 王丽山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家里穷 经常在砖窑里干活,因此学会了青砖制作手艺 1982年,王丽山带领一批老手艺人 在古砖窑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家古砖砖厂 同年,他听到故宫博物院修缮招标的消息 便背着自己烧制的一块重达一百多斤的青砖 去北京故宫博物院毛遂自建 王丽山说,他们烧制的青砖之所以能够受到故宫相关专家的青睐 是因为他们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循古法工艺 据王丽山介绍,他制作青砖 首先将选好的优质黏土晾晒翻搅 经过洞三还两的沉淀,在炼泥打浆,然后制成砖坯银杆 我们这个土啊,洞三还两,洞两年,洞三年,还两年 还两就是冬天洞,春天翻花一年,花 洞融了它之后,这土,土纸收缩里都一样 据王丽山的儿子王鹏飞介绍,阴干后的砖坯装摇后 在摇内要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被烧,然后硬水出摇 从悬土到制作出一块合格的青砖,要花五六年的时间 刚才干的这道工序叫阴腰,阴腰你就是在这个腰顶上浇水 让这个水慢慢地伸到这腰内,跟这个咱们烧的这个火 跟这腰内的温度,产生一个欢缘反应 就是让这个砖变成蓝色,它如果不硬腰的话 它就是红砖,增加这个砖的这个耐腐蚀性 2012年,古建青砖制作技艺入选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非遗传承人,王丽山多了一份传承的责任 为此,他在厂区内建了一座展厅 展厅里摆满了用各种型号的青砖、瓦片、琉璃 修建而成的微型防鼓建筑 在展厅的一角,王丽山指着两块方砖说 这是他们正在研制的最新产品 这两种砖呢,我是想代替古文博院 原来这个金砖,因为金砖现在已经失穿 那么现在研究的人到了什么地步呢 现在上通游转升了之后,看它的硬度、量度如何 下部我们还继续研究它 把它研究得它彻底遗漏 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公布出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